新北市汐止区周日晚上10点18分 移动12层楼高的建筑物 一龙宠物店发生火警 室内不断有农烟窜出火势猛烈 锦销互报后立刻到场救火 民众撑伞集体在外围观 店主得知火警也赶紧赶回现场 无奈最终只救出一只宠物狗 但店内另外一狗似猫被强烈火势活活闷死 所幸屋内无人受困 锦销人员破门而入 在晚上10点42分成功将火势扑灭 经过初步调查 厨房内杂物燃烧面积约3平方公尺 不过起火原因仍若带调查厘清 以上就是当时的现场情形